從鍋裡撈出熱騰騰的麵條 加入肥腸 老闆改良的醬汁和自製的辣醬 再撒上一點香菜 一碗重慶肥腸酸辣粉就可以上桌了 老闆在創業前其實是專業的台菜師傅 到重慶工作以後 從當地同事那裡學到道地的重慶麵食 從此愛上那個滋味 便決定以川味作為創業的根基 其實我們一開始是要賣涼麵 就是我們主打其實是涼麵 然後後來想說 我先生他自己有煉那個辣油 就是四川的辣油 他覺得這東西其實可以再去衍生 衍生出一些別的產品 因為像我自己我很喜歡吃酸辣粉 我之前有在澳門工作 然後那邊我覺得這東西真的是太美味了 然後為什麼台灣都沒有 因為像薯粉這個東西 他們可能當地人就是除了做酸辣粉 然後他們火鍋啊 就像我們火鍋會加泡麵 可是他們是加雛粉 然後就想說這東西可以來賣賣看這樣 這家重慶麵食從路邊小攤車做起 到能夠擁有自己的店面 受歡迎的程度可見一般 自煉辣油和花費六個小時熬煮的藥材燉湯 這兩位精髓功不可沒 我們不足打到底 我們的口味都是改良 有改良過就是台灣人比較適合的口味 像南部這邊就是可能口味再調整 然後讓它再可能偏甜一點這樣 以我們酸辣粉的湯來說好了 我們那個酸湯我們可能就加了十幾味的中藥 就有點像我們台灣那種油燉白鍋這樣 因為台灣人其實對這種中藥口味的湯其實接受度很高 酸湯我們就可能層次更多一點 為了符合台灣南部口味 老闆和老闆娘花了許多心思調整用料 店裡販售的幾種麵 不管是辣的不辣的 共同點就是又香又順口 我們涼麵的麵條它跟外面比較不一樣 我們是用特製的細辣麵 外面可能比較常見的就是油麵 然後它吃起來可能會比較有嚼勁一點 醬汁的部分我們就是 我們有加一點點麻醬去調味 它辣中會帶一點甜 最特別的是我們皮蛋是有煮過的 可能有些人會稍微怕那種皮蛋的那種味道 然後煮過它的味道就是比較淡 然後吃起來的口感比較像是水煮蛋這樣 重慶小麵就是一般你在四川他們 可能早餐就會吃這個東西 然後小麵它很多種 它上面的配料統稱為哨子 我們店的哨子是炒辣的肉燥這樣 就是也是用花椒還有三種的辣椒去炒 然後你看它就是好像很平淡 吃起來就是 你放開它其實是很香的 那個味道就是會沖上來 酸辣粉其實我們當初在做的時候就是 我們試過 我們有試過台灣做的紅薯粉 可是真的都很容易斷 品質不穩定 所以我們最後還是進口四川的 除了我們的肥腸 然後瘦肉片啊蔬菜這些 比較特別就是我們有加一個 我們自己炸過的黃豆 它嚼下去就是香味會衝出來 幾碗麵看似簡單 但裡頭的每一種食材都是精心挑選 並花費大量時間才呈現出的精緻台式川位 讓許多客人一室成主顧 記得下一位 李凡菲 高雄採訪報導